狗片多時的梁錦祥波激頻道 又一次和大家見面 在我身邊有位朋友 如果你看今早就不會認識他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梁錦祥波激頻道 或者之前只看梁錦祥波激頻道的話 就不會太熟悉這位朋友 Wallace 你先介紹你自己 是的 我叫Wallace 原來不是拍今早的遊手寫 而是坐的節目 而是拍波激頻道 為何台長會叫我來呢 就是因為原來 因為我們在很久之前 有一個門派叫自然 我講講為何我認識到這個門派 因為在很久以前 我在城大裏做書籠 在裏面發現了一本書 那本書裏面的情景相當傳奇 就是一位宗師 他有吸食幾個百分的習慣 他也是坐牢的 在家裏面打暈監督無敵手 原來這位朋友是一個自然門的宗師 我看了之後自然很驚奇 為何一個人吸毒後 不能有門新手呢 所以我對這個門派相當仰慕 在今早上造成功 我跟河浦勢玩耍 河浦勢原來是自然門的 對不對 是 那你今次上來的接觸方言 是否要事先經過師傅的規準 其實還要的 可能台长你之前有没有听过这本书之外 听过这个名字 但完全不理解 但我看过这本书之后就知道里面这种武术的哲学 后面有一句有很深的哲学思维 所以今天Ross也要介绍一下 我是自然的船人 因为自然门相对比较少人听过 其二就是在香港或世界各地 叫自然门的名牌有三个 先讲一讲 第一个已经很出名了 是曼乃星师傅的自然门 这个大家看电影或电视剧都听过 导心五传奇的自然门 导心五传奇的自然门 那是他的自然门 另外一个应该是 你有看过欧锦堂那里 麦堂水泡应该去讲过的 继春华的《金刚善自然门》 其实应该十几十年前 出过一本书叫《金刚善自然门》 《金刚善自然门绝命腿》 但那两个都不对 也不错 善中自然门 今天也找不到我的本 所以在图书馆也能借来 借到 借了一本《禅中派自然门》 小弟就是《禅中派自然门》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想問一下,為什麼叫自然門呢? 好,問一下一個問題,如果你說自然和門 第一,聽到門字,你會覺得是代表了什麼? 門派也很明白,很明顯的人會覺得門派 其實自然門的解法可以解釋自然加到門 很多時候,我們中國人的思想都是順其自然、順應自然、自然 而且門是什麼呢?其實原來不是門派 其實它是一個滿形的身份,即是一套拳,其實是一個名字 像你所說,是標指陳橋,其實是一套拳的名字,其實不是一個門派的名字 你別以為是一套拳的,其實是很功夫 我們叫套路 但是為什麼這個自然呢?其實我們很有趣的 就是標榜主用身形和步法 其實我的身法就是一套門去移動,去做一個搏擊或者智慧 它是否意思是用一個人的比喻就是一套門? 你整個身體是一套門,之後你的手法是用你很自然的 其實它開頭很有趣的,其實是很小招的 有散招,然後很奇怪的,聽起來會笑的 其實學了之後就是蝦形和蟹形 然後學了之後就會學一個門型的身法 之後還沒有自然的,蝦和蟹是關於自然的 其實再上去的時候,就是一個叫人型 人型是什麼呢?不是人的門工 其實是代表你用你自己很自然的動作 不是自然的動作,但不是自然的動作 例如你去做調酒的時候,我拿一個shaker 就是最自然的動作 或者你是在廚師的時候拋我,就是自然的動作 可能你是師傅,但不做家務的時候 每天打麻將一個人,你打麻將自然的動作 我講了幾個例子,譬如有些女性,他們喜歡打人的時候 不是他,不是他,他就是死死人 那是不是自然門也有這一刻? 是,其實很久了成的這一刻 待會是會聽到一刻 那自然門以你的理解,或者這本書的說法 他是開始什麼時候? 其實就真的不清楚 因為他所有的歷史,其實都沒有一個文獻記載 最文獻已經是這一本書 我們唯有就相信這本書 但其實如果根據查證,本書也有說 其實本身是一些佛門的功夫 其實就是以前大破虛斷應該是明朝的時候 那些人如果是犯了事 就要著草 就去哪裡呢?還是走入佛寺? 對,就是宗教團體 然後躲起來 其實本身這套東西就源自於山東 其實就是山東這套 螳螂拳也是山東 那時候我相信山東是一個武術的入散地 除了少林子之外 我自己學習的比較簡單一點 甚至是標誌少林頭,一攤三步 相對比較簡單 但如果你學習詠春 如果快的話可能幾天 這套拳你到一翼 不過用幾場戲就有很多變化 那自然門有多少套路呢? 其實一套都沒有 但就像剛才所說的 就是虾形虾形 其實人形已經不是搞你的招 但是勉強可能走路 或考步 其實都是說 連腳法 十多雙下 如果學得快 是不是幾天就完成? 用到勉強 不是,我們說了學 而且你真的用了兩枝尺 一攤三步 少林頭 看完十多分鐘 接著你 如果你記憶好 但是可以用到一輩子 其實應該不可以幾天 基本上你能活動幾個小時 應該可以學到一招 但是你要化它 化這把一生的蛇類 等於其他藝術一樣 這個自然門 你自己本人有沒有實戰過 即是說參加過一些競賽比賽? 也有 也有參加過 十多年前 是Wightcola MMA Hannah和Hannah 也不錯 不過當然是叫他活死到 還有 其實一些管內賽 也有玩過 但我的對手 都是MMA 和Aliceo泰远 我博整個Deling 很重要的是自然門一樣的續創武術 其實很重要的是 要維持進步 但當然 你沒理由現在在街上 跟別人說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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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也保持 提醒自己 每一段時間都會練 不是三所 那你自己 每天或每個禮拜 發的時間 都會操練嗎 其實每天早上都一定會練 每天早上都會練 每天早上都會練 其實主要是會練 起床的時候 練習氣功 其實他還有客氣功 又挺靜悼的 其實就有空無事都可以練習 就算上班的時候 查理股票的時候 開股市都可以練習 待會可以 可以繼續練習 但是這個練習 這個 通常你 現在都會練習 都市人 未必花很多時間 但 即是 既然 既然要用 之後 如何保持自己 那種反應 其實你也是要 stay alert 周圍的事情 即是 外出 很簡單 即是 我最討厭人 因為 我最討厭人 因為 拿著鍵花 走 我親眼見過 其他人 肌肉被車載 其他人 雙眼 雙眼 不知道 哪裏發生什麼事 這是練舞的人 的大技 但現在 年輕人 通常是這樣 但我見過一次 我自己很印象 即是 你打過 Core 時 即是發發聲 即是 甚麼叫Core 就是 發心肌群 你看看 我跟他相差很遠 例如說 我一直都很slim 你就是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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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對嗎 那Core 你怎樣可以練到 有聲音 會很厲害 那種強度 其實 基本上 你都是自然 那門 就是 說著轉身 說著轉身 即是你那個 轉身 對嗎 對 我們 其實這個轉身 真的很重要 因為 你打拳出來 你不是用手力 用全身的 對 對 首先是腳 推了這磅 現在WARUS 就會釘 不過說到功夫 說是沒有用的 一定是釘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部分 其一就是WARUS 他會打一個 蝦型拳 是嗎 先弄脫 或釘摸一下蝦型拳 對 然後第三節 我們會有一個對策 我做馬 然後WARUS 留手 OK 我們有更多 再來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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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